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一年 我经常说到这个马 他还不高兴 你现在你说 你现在可以体会一下马老师的心情 我真的是比较 我现在因为2014年 我相信了流年 我觉得今年啊太邪了 太邪乎了 就是说 就是所有沾马的字 你知道他们那天就连姜文这个尼布之游 对 说姜文用的这个电影的主角啊 都姓马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叫马小军 这次叫马走日 姜文其实这辈子老硬在这种事上 但是他自己并不愿意迷信 他就是死扛 对吧 但是死扛 你也逃不过 就是这个马 马走日 马走日 你看他就是不顺利 对吗 而且咱就说了 马好 对吧 马云 马云还好 马云挺好 马云都站上世界首富了 还没过完 还没过完 马云还没过完 你不要这样 不可以讲 奥巴马也不是太好 奥巴马 马尔克斯那个作家 死了 马英九也没有过得太好 不仅姓马了吧 我们常说2014年的可怕 不仅是姓马 姓马是被你唱衰而已 好像我看到身边没有一个人 今年没有碰到一些很不愉快的事 多心 不管你姓马 姓斗 姓林 姓什么 都是心里有数 你看他说的就印证了我 在这个2014年 我好几次我就在节目里讲同一句话 我就问身边的这个人 我说这个 我说我爸说呀 说今年是我们家最倒霉的一年 为什么 就是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吧 但是后来我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问哈 我发现 无一例外 大家都倒霉的意思吗 就每个朋友都 我问他今年怎么样 那天问广美 我说你这点背吗 今年他说太背了 他说你我就 他说也是 我他说我 等这个事过去之后 我再跟你说 我经历了什么 反正就是或者就是老人 家里老人就是绝症 或者就是家里老人亡固 就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或者就是个人 就是度过了惊恐不安的这么一年 可是有时候当然是阿Q 你要看你事情怎么去看待 从悲剧里面找可以快乐的地方 像我个人今年也是碰到一些事情 可是我试图乐观的去看呢 我蛮高兴的 我跟两个人和解 今年 一个是我老婆 因为我老婆在今年的中秋节 终于连小三分手了 那早就分了 然后我呢 我太太今年9月8号嘛 就中秋节嘛 突然发病 有没有一些病 那进医院 蛮危险的 两个月的在 而且最重要是找不出病因 你看这就是你们家的事 就是事 就是 好 对 还有我父亲嘛 越来越衰弱 那个 我父亲 第二个和解的人 第一个和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每天 我女儿也不在香港 我要照顾我太太 我还要教书 还要工作 每天跑医院什么 那重新去找出 两个人的关系 如何来相处 找到对的位置 还有里面的爱意 所以现在是重新恋爱当中的意思 比方说我现在我常说 我现在住的地方 是常行的 客厅在中间 这边一个睡房 那边一个睡房 然后呢 因为我太太生病的缘故 有一阵子我们要分开两边 我常说东宫西宫 听起来很可悲啊 很悲伤 可是很好啊 他在那边看书工作 我在西宫 看书工作 然后呢 我再微信他 我们要不要喝个咖啡啊 要不要回到中间客厅来做一下 五分钟后 我在客厅里面见 晚上要不要看个电影啊 十分钟后 我在客厅 好像约会的感觉 那真的是和解 东宫 说不定是东厂 我再讲 还有我父亲啊 因为我要照顾 也花好多时间 今年特别照顾我父亲 那我有一个领悟 我以前经常说 我马家绝后了 因为我父亲是独生子 我姓马也是独生子 我没有儿子嘛 应该没有 我想应该没有 希望没有 还没调查 应该没有 然后呢 我说我没有儿子 可是在我照顾我父亲 我父亲以前对我很严苛的 很怕他 很恐惧他 然后呢 照顾我 很用心照顾他呢 我有点感觉 想起以前刚刚说到 马尔奎斯啊 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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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个书里面有一段 也说父 那个儿子长大了 照顾父亲 他突然觉得 自己是父亲的父亲 好像他就是我儿子 我就想 原来我马家绝有儿子 现在就有了 我父亲啊 我要重新来照顾他 其实也受文韬影响 记得我们有一集吗 你放一个录像吗 对对对对对 那录像对我影响很大的 我想 以前我父亲能够这样对我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尽量的陪他吃饭 替他剥虾子 给他 照顾他呢 这样子 我觉得我和解 你知道当这个老人啊 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词 老人如鹰啊 嗯 鹰儿 其实他就像个鹰儿 需要 人就是一个圈子啊 一个圈 你看老人 他到了最后啊 就动不了的时候 其实就像一个鹰儿 你甚至有些病 他这个 把食把尿 你这就是你 需要你这个时候 同样的去 去 为他做 你永远做不到 他当年 对你做的那样 就是他 他在 我们的小时候 他对我们 总是比我们 现在对他 更加的慷慨 而且呢 你说 这个韦杰 你今年 你这流年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也不好 我今年 就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阿Q的人 就像 像老师刚提到说 家里长辈什么 像今年是我外婆生病 我外婆就是 就摔了一跤 然后就 就失智症开始 所以我就很常很常 回台湾 我就希望都回去 陪自己的家人 然后陪陪外婆 然后就像 当我就会觉得说 一路念书啊 外出工作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花很少的时间 越来越少时间 陪他们 但因为今年 有这样子的一个 虽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多了一个契机 可以回去看他们 去陪他们 然后你反而觉得 很珍惜这个时间 就会 真的会觉得说 每件一次 少一次 然后你反而就会 那个感情就会更好 就像我现在 我外婆已经90岁了 我就现在 就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 Facetime 他就 他就很开心看到你 但一分钟之后 他转过来说 你什么时候打了 不是才刚刚 一分钟过后 他是这样的 就不记得了 就忘了 你就回去看到他 他也是 现在看到你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然后可能上行 我今天出来 就再一次 你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五分钟了 对 所以可能得提醒咱们 这个2014 提醒咱们得注意一下 这个老人 对吧 而且就说这个马 你说 我认为他们说 我迷信 可是我认为 是我们有些东西 不能解释 我认为有些未知的因素 比如说 像马来西亚航空 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是百年不遇的 对 你历史当中 你找出一年 年头上 马航 那飞机 现在还没找着呢 对吧 然后同样一个航空公司 又是马航 给打下来一架 对 现在的这个亚航 也是马来西亚的一间 对 航空公司 这亚航 亚航其实 大家发生这件事 大家很惊讶 因为亚航在廉价航空当中 我们就说 它廉价航空的优等生 然后很多人就说 当时发生事件的时候 大家就在猜说 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飞机上面 这个飞机也不是特别 就亚航也没有特别的不好 或什么的 我就印象很深 我采访了一个 就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 给一个华航的机航 我就问他 我说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问题 比如说 他像塔台的呼救 还是什么机长的决定 等等 他后来 讲了很多的客观因素之后 他最后只跟我讲一句话 说 其实遇到 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的运 他说就是那个运而已 他说 因为其实 你很多的SOP 你都可以做 可是当你做到 天气的情况 突然爆发什么事情 这就真的是 out of your hand 就是你不能去掌控的 而且这种空难 因为我们知道 坐飞机 有所谓魔鬼的八分钟 就是起飞跟降落 那需要是人手操纵的 通常你看统计 通常都是 将那八分钟来出事 可是现在 今年的好多的空难 都是飞在半空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不晓得这云深 不知处 云间 可能失重了 可能掉下来了 这样几率更低 台湾的媒体 有做电视媒体 我好讨厌 可是最近他们做的一个 还算用功的 他们去统计一下 反正今年发生的空难的数字 是去年的三倍 所以就是航空史上 最黑暗的一年 有的人还把今年出的 那几架飞机上面 乘客的人数加起来 说加起来是多少 911 好猛 这感觉 香香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伟杰说说你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在找到马航 找到亚航的这个客机的消息 被官方证实的时候 然后我因为在做突发新闻 我就第一线就跟我们在 四水机场的记者连线 然后在连线的时候 记者就说 我跟你说 就在瞬间他们机场 然后官方说 他们已经证实 这台飞机的残验 被找到的时候 连线的画面就看到 他就开始起风了 就连记者说 他也不知道 因为早上的时候 都是晴空万里 然后都天气非常好 可是就在那个讯息公布之后 整个附近的海域 整个就开始刮风 而且是连线到 他跟我的声音都 他是顿时就是声音没有了 然后是用手机的 那个连线的声音出来 然后你就看到头发开始吹 然后旁边 就是其他后面记者 也都在剥头发 然后你当时在主播台上的时候 你就会是有一种 真的很毛的感觉 还有更毛的 你知道这几天 他们我给你看张照片 在这个事故 发生之前的12月15号 就有人在论坛上预言了 你看这写的 这个人 他们现在管这个人叫神算子 你看这个日期 写的是12月15号 他当时说 国际大黑手把马航MH370 和MH17劫持和击落后 作为世界第六大航空公司的马航 基本怎么怎么样了 现在大黑手又把目标锁定在亚航 一如既往必须搞垮亚航 因为亚航也属于马来西亚航空 然后建议出行的中国旅客 远离亚航 别成为另一个什么 另一个MH370的牺牲品 这可是12月15号 出的就是亚航 你说 经过证实的吗 这消息 因为这样 这样很可怕的新闻 如果得到证实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两个解释 哪两个 一个解释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人当然真的 神算 这是神算子 但是另外一个解释 我见过一次 就有一个 如果你把一次空难发生之前 网络上的这些聊天记录 拿出来搜 你知道你在网上啊 每天都有很多人预言 每天都有 那么于是在N多个当中呢 每次你出现了一个 你总能找出来 某月某日 某个人发出过的 但是你得想这个基数啊 可能一亿个预言都落空了 对 但是一亿分之一的这个预言 对了 这可能是唯一的解释 没有 你也有其他解释的哈 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你可以也要看 发出这个所谓对的预言的人 他到底发了几个 他很多的预言都落空 因为有一个算命的朋友哈 一个男的 跟我讲 他说 这很容易做到的 比方说 我随便跟十个人说 你2015年会怎么怎么样 会生小孩 会家里会什么事 什么事 OK 我乱猜了 可能十个人 三十个 只要其中有三个中了 OK 三个对了 你一定把我看成神算了 然后怎么样 然后你会把我算中这个事情 再跟三十个人讲 然后三十个人 又会找来给我算 然后我又乱讲 你看三个乘以三十 就等于九十个客人来找我 九十个人 我甚至对每个人都讲一样的事情 我告诉你 今年你会有外遇 你外遇会生个双胞胎 九十个人里面 给我刚好碰到一个两个中了 又去这样 好像最后那个金字塔 所以到最后 其实结论就是说 你赶就行 你赶去预言 你赶去乱说 你中的几率很大 而且会衍生出 当然 今年我觉得 确实是跟往年不一样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 周永康 我是说2014年 周永康 徐才厚 令计划 这个规模 你数数 前所未见 哪年里有 都发生在今年 这确实是个非常 奇怪的这么一年 你可以看看 路透社呀 选了一些照片 咱们可以看看 了解一下 过去的这个 你看 这是有人呢 坐着一个遥控的 一个英国女巫 在空中飞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这个 美国那个黑警察 打死黑人 那个上街示威的人 跟警察被警察 那个催泪瓦斯喷了 他用那个牛奶呀 洗眼睛 洗脸 留下的照片 你再看这个 你看这是 好像是就是中东吧 冲突地区 就孩子 孩子兵 小孩兵 你瞧瞧 拿的都是真枪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MH370 这个是上面有个女的 这个是她的未婚夫 这个房是他们的买来准备结婚的这个新房 婚房 到现在 他还在等待 他的未婚妻 来 再看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水坝 你看 因为这个水退了呀 像是一个人脸 形成这么一个 天然奇观啊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谁呀 你知道吗 苏亚雷斯咬的那个 意大利的那个球星 哎呦 可真是球迷啊 苏亚雷斯的牙口 就是这个 你再看下边 哎 索契冬奥会的那个 五环要亮起来 就少一个 然后被大家笑这样子 哎 我觉得这个很幽默 是吧 而且这个非常 有意思 你说说 这个 刚刚说到 突然刮风 我就想起 对很多 你说是吵河吗 吵河的 真的让人觉得怪怪 像台湾那个 掌戒时啊 对不对 他去世那一天啊 本来明明是晴空万里的 这个我也有听过 跟我说 跟我说 没有啊 就突然啊 就宣布他去世那一天 然后那时候 整个天空晴天万里 突然飘来乌云盖顶 盖住 然后五分钟后 全部 滂河大雨 大雨 大雷 所以当时就有人 就说 可能是万恶的国民党 早就早就有那个 噪云机之类的 噪云 不然的话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 太巧合了嘛 那么巧合的事情 你就会从 去想 背后到底 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理由 像还有香港 1967年的五月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动 大家港英 那种殖民警察 还有镇压 什么什么 那一个五月 香港非常奇怪 每一天的傍晚 明明空气 天气非常好的 每一天的傍晚的时候 突然围多利亚港 突然起风 就像你刚说 风大的 当时没有地下铁 只靠渡轮 船都所有船都停航了 那只靠什么呢 一些人划着小船 就收你五毛钱 从九龙去香港 然后香港去九龙 然后你坐在那边 你赶就坐吧 然后每天都有船 小艇翻船 死人 可是没办法 当时你没办法 你还要下班 或说去什么地方 九龙去香港 香港去九龙 整整一个月 当年就是香港 被称为最黑暗的五月 1967年的五月 五月风暴 那当时有做任何的措施吗 因为就像我们有一些 媒体的迷信 比如说我们如果去采访 遇到这种刮风下雨 或者是你怕明天会刮风下雨 我们就会画一只乌龟 然后把它烧掉 真的 我是说真的 就是你在纸上画一只乌龟 然后你把它烧掉 我忘记是 不知道是谁的坐骑是乌龟 然后你稍微它就会拨开 因为我有一年去采访 也是这样 就是去那个苗栗山城 就是真的一早上 就开始刮风下雨 就雨很大 可是你要拍你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就真的用这个方式 有效吗 然后真的雨 就是真的雨变小 是我们可以去拍 要不然之前真的是大雨这样子 所以当时五月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导演 一个女导演 这个我觉得他是神导演 那家伙 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四川 武侯祠 就是这个诸葛亮的那个地方 我们搞一个晚会 是露天的 省市领导都来了 就我们这个女导演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各个单位设限好了吗 灯光好了吗 什么什么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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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现在大家听我倒数 五四三二 开始 哗 大雨 就这么急 你知道吗 飘泼的大雨 而且是 把我眼镜都打掉镜片 哗 就下来了 然后 那个因为领导在那吧 秘书就赶快问 啥了 成都接下台 我告诉你 成都没下雨 说只有武侯祠那一代 后来这位女导演 现在她主要承办凤凰的各个大型活动 所以为什么每天每天每次选美啊 他们都那个拜神 对对对 都叫那个拜神 我还纠正了他们一个一个不好的一个习俗 因为这个选美老出事 这个嘉丽啊 在台上不是哗自动升起来吗 然后 扫手弄子表白了一番 最后就嘉丽该撤了是吧 可是这个台子坏了 下不去 下不去 在家里 家里没有自己蹲下来 时间长了 对吧 他也跳不下来 最后还是我英雄救美 我上去了 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这个每次记啊 就香港人的这个习惯 他们都宰一个那个乳猪 我说你们应该行佛教的礼仪 你们这样每次还杀生 哦 原来是因为这样 对对对 后来 他不再用这个乳猪了 就是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比较素的 对吧 但是一样出事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一进入2015 我们强强三言行的运都转了 这个时辰非常重要 过去我们都是在11点半播 但是从今年1月1号 我们提前了半个小时 我们11点这个播出 而且延长了三分钟了 三分钟 可以多聊三分钟 对我们男人来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延长了三分钟 19度多了三分钟 对你知道 最近因为 最近我做一个网络视频 然后说 这人家就要求 我这个一天三分钟嘛 然后我跟这个老总啊 在这个咖啡馆里谈 旁边走过去的 这个女女傅 听着我们俩说话 很奇怪 因为他 我跟他说 我说一天 一天 一天一次 一天三分钟 我是太累了 我说那个 你让我这个养精蓄锐 一个星期 一次比较好 他说不行 这要每天一次 一次只能三分钟 那那个waiter或waitress 有没有送你一个 什么补身体 什么红森啊 不顺完 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 都不是 真的 万事万物 不是偶然的 你像你看 徐子冬老师 他生日跟我是同一天 你知道吗 他今年的这个 这个关键词 应该是怕 就怕自己的病 身体 对吧 那么 你看他姓马 对不对 就赶上马年 然后你看 枪枪 三人行吗 据我妈讲 我大概出生是子时 应该就是在十一点半 所以是时间 你看我的这个节目 而且我的幸运数字 就是三 这都不是我决定的 那待会去买个彩票吧 因为一号买张彩票 都买三号 好不好 我要中了 明天不来了 但是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2014信息量 如此之大的一年 我们就是现在也不敢说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怀着这个最深的这个这个心情 而且特别是哀悼这个亚航 是吧 祈祷咱们都能够一路平安 我又有一个住院的一个视频 其实也过时了 是圣诞节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估计的 Merry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Happy New Year 我觉得那种很有文学的隐喻 戏在人为 我们今天经常说什么 榴莲什么运气等等 观音乱神的东西 可是说到最后 我们不是说那个没有 很可能有 可是戏在人为 你看那个人有没有 双脚没有顶着那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很喜欢一句话 我也希望自己要求做到 我以前非常信什么榴莲批命 我会算紫微斗数的 我曾经靠这个赚钱的 所以他很了解 这个十个人选三个人讲 这样才可以传门 我讨厌紫微斗数 因为香港那个紫微斗数 我说我60岁才有的发 还要等 那你发的标准 快说哪句话 没有我很喜欢那句话 说性熟数 我们算命熟数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